Petronas 7点新闻 为你全面追搜 现实奖赏 在Petronas 使用SETO每消费一令吉就可享有10倍MUSRA积分 快下载SETO APP 需符和调规 国内50%的确诊病例都是有症状的 有鉴于此 卫生部长南都斯里阿汉巴巴鼓励民众 如果这段时间出现如发烧等症状就立即进行冠病检测 同时提醒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也应该进行冠病检测 并进行10天的隔离以防万一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恶化的迹象 但是这个月初新感染群就有106个 相比上个月尾高出23.3% 其中工作场所感染群占最多 共有44个 社区及教育机构感染群尾随在后 不仅如此 染疫死亡病例也有上升的趋势 5月初就有136人死于新冠肺炎 相等于每天平均有19人死亡 截至中午12点 国内在天3807宗新病例 雪州依旧是疫情重灾区 多达1149人染疫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童鲜